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即以下午可单线抢通 避免红叶村因两边连外道路中断形成孤岛 陆野民宅也请相公所协助救助 连续五六天的雨造成这个土石的含水量饱和 而且承受不了 所以我们台中县很多的地方都出现这种局部性的这种摊邦 造成不管是省道县道都有一些中断的状况 那今天红叶村的连外道路 两边都出现问题 所以红叶目前也是孤岛的状况 不过呢 我去看了现场 他应该可以在今天下午赶快先抢通 所以不会有问题 至于立道 立道这个孤岛已经六七天了 但是今天我们直升机已经上去了 把物资运上去 第二趟这个时间再运送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上去也可以提供一些医疗的服务 所以我想只要雨停了 我们都可以赶快来进行后续这个物源跟抢求的工作 海东应该OK啦 雨停了我们就安心 我们就可以赶快来恢复 我想台东这一次的灾情刚刚讲的 主要都是因为水太多 水太多 你看这个爱立台风 连路上警报都没有发布 但是它可以带来的雨 是比很多其他的台风 直接登陆的还要多 那雨多的情况底下 我们看到处处这种 因为承受不住的这样的灾情 不过这些灾情我觉得都还算零星 不是非常重大 是整个桥段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我想在几天的时间 只要天后状况维持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回复 又是因为连日大雨导致的严重灾情 这一次来到太马里乡的三个地区 经过了一夜大雨下个不停后 在无预警之下 民众听闻一声巨响 目睹住家后面的山坡 从不曾发生过坍塌 那么这一次也在不抵豪雨的侵袭下 加带大量土石 一股脑的往民宅方向冲泄 这个情况让住家附近的所有居民 是彻夜未眠 他们胆战心惊地说 这一切实在是太可怕了 连日大雨让台东许多地区皆传出灾情 也让原本是连续假日的国庆日也变得掉 经过太马里地区 沿路看到的都是滚滚泥流 以及淹水等情形 造成许多路段除了时段性开放以及管制外 希望能抢在更大的雨势降下之前 抢通马路 并且协助居民清楚所堆积的时长 昨天晚上差不多10点 10点的时候 那会不会很紧张 当然会啊 那边的防水都灌水进去了 就是哦 有下面那边吗 就是冲出那边啊 这个沿路是稜的吗 這沿路是稜的 就稜的 不稜的 差不多 看到没人 看到没有 这里的人有什么 没有啊 没有啊 现在有在出家吗 有呀现在就是在沿这沿路 下雨的话 上面那个山会绑下来 会有走山的 因為現在秀山的路都已經沒辦法上不去,因為他們早上三次有人下來,可是他們是從花園那邊繞下來,所以這邊的上秀山的路完全不通了 這個狀況,昨天晚上10點多的時候,怪手就已經開始在挖泥土,因為那時候土石流就已經下來了 那時候你們有沒有很害怕?已經衝到房子了嗎? 心裡當然會害怕,因為那個水通通都已經慢過來了 然後聽說到早上還是? 因為他們昨天晚上就是已經先挖一些土堆,先擋住中間的路線 結果就到今天一大早的時候,那個土堆又被大水沖掉,所以他整個都沖到房子裡面去 對啊 那現在還看得到嗎?還是你們都整理了? 裡面是已經整理得差不多了啦 但是昨天就是很危險 在第一時間,我們也詢問到了當地居民以及村長 村長表示,從前一晚,大雨依然不停地持續下著 或他沒想到居然會發生大規模的土石流,並且衝進民宅 同時也導致往南回的重要路段造成中斷 然而居民也無法在第一時間請到相關單位立即的到現場勘察 只能智力救濟地請積聚清潤土石 記者也同時在現場為我們訴說當時的情形 好,現在慧如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三河國小旁邊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在後方呢,其實已經整個溪流都已經淹沒整個道路了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像我們對面的民眾啊,真的很無奈 從昨天晚上半夜呢,水就直接沖到他們的民宅 那麼現在呢,也真的只能,就是希望老天爺不要再下雨 希望真的雨停了,好讓他們繼續來做清理家園的一個動作 昨天晚上9點到10點,那邊一開始 因為上面的那個,那邊有翻旁啦,翻旁然後又下雨,半夜又下雨 然後整個水都都下來這樣,然後又浮流都下來 那一邊也是,那一邊就是,我們那個鐵路,鐵路那邊,因為上面的水下來 然後鐵路那邊全部都水,然後他們來搶通,搶通的時候,下面就主摘 然後,像上面的水又反下來,那邊也是全部裡面都是煙水 對,我們的住家裡面都全部都煙水 相信此時,民眾心中都萬分地期盼 這場雨是否能夠別再下了,還給台東一個安全的地方 東海新聞鄭惠如,高志遠,泰馬里香採訪報導 三河地區呢,這一次在幾日大量好雨後 真的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嚴重的土石流,直接從山上衝刷到省道上 而且還衝進了幾戶的民宅 先議員翁立營也不停地關心民眾的狀況 許多居民也都很無奈,因為雨勢不停 已經先行自立救濟,派出怪獸挖起砂石堆疊 希望不要再對民宅造成更嚴重的威脅 三河地區靠近中寮的部分,民眾奮力地在掃水 以及將土石沖刷下來的泥沙給清除乾淨 就在10月9號當天,因為雨量實在太大 而剛好後方鐵路遭受到土石的侵襲 有關單位將水流方向變更,導致三河中寮地區的民眾 在10月10號,民宅內突如其來的土石流 讓他們嚇都嚇死了 本來沒有那麼嚴重 本來沒有那麼嚴重 結果他昨天把那個河路的那個水 全部都挖從我們這邊來 他說我們這裡地比較高地是比較高 所以都全部挖到這裡 導致今天天還沒那個15點起來的時候 就已經水都已經陰到裡面去了 先議員翁立營持續地關心了解災情 議員表示實在是沒有看過這麼大的災害 光是一個外圍環流的影響 連續的降雨也讓山坡土石無法附荷 館長,這個水是三枚就流下來 還是早上流下來? 三枚就是我們的雞樓橋這裡 就是我們山頂的水滑下來 之後他們的雞樓那裡都滑下來 之後他們來到晚上上去之後 鐵路也被補石流 讓火車不能行駛 這個也是對我們台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道路 所以我希望說鐵路局 他可以來勘渣 然後給我們 一個重散的 重散的處理 連續下了好幾十天的蠔雨 讓這個土石鬆軟 然後也讓這個山上的水也一直沖下來 那在昨天下午 這個百姓就有在擔心說 這個不知道會不會沖到土石裡 後來他們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這十幾年來從來沒有這麼大的這個水 那昨天晚上就搶修 然後到了三點多 我們希望說政府給我們善後 怎麼來處理 讓我們這個從南到北 我們太馬里鄉從南到北 大概風災不斷 也是像這樣的土石寮也蠻多的 那希望政府給我們善後 終於在10月10號接近中午時分 雨真的停了 讓民眾稍稍鬆一口氣 未來後續還要進行清掃的工作 汪玲雲也反映 希望有關單位要共同探討 後續該怎麼解決 面對好大雨量來臨時 應該要有真正的解決之道 東泰宣布溫格在太馬里鄉的採訪報導 這個連日好雨造成了金風鄉 也是出現道路封閉的災情 往嘉蘭村的東六十四線道路 在10月9號已經抵擋不了大量的雨水 造成了陸基坍塌 公所緊急吊牌機具 並且在裂縫中灌水泥 但沒有想到經過一夜好雨後 10號的上午發現 坍塌的地方是更深了 而且增加多處塌陷的狀況 鄉長宋賢一跟縣議員張正輝 持續關心 也呼籲民眾 倘若要前往嘉蘭村 一定要走替代道路比較安全 經過一夜好雨之後 金風鄉東六十四線道路 原本坍塌的路面 沒有想到又下線了 記者來到金風鄉東六十四的位置 現在民眾可以看到現在的路面 呈現一個很大的落差 那其實經過在連夜的大雨沖刷之後 造成了陸基整個貪方的狀況 那它的高度已經來到了 記者將近快有腰的位置距離 那請路過的民眾 經過這段路要特別的小心 金風鄉往嘉蘭村的道路 抵擋不了連續的豪雨量 陸基整個沖刷掏空 再加上原本在10月9號 已緊急灌了水泥來彌補裂縫 沒有想到疑似路面下的自來水管 早已經破裂 坍塌更往下線 金風鄉鄉長宋賢一 以及縣議員張正輝 關心道路的狀況 持續在現場來了解 哦 喂 喂 喂 你可以啦 左方面 對啊 我想說左這邊 東六四因為這幾天連續下雨 它那個路面滲水非常嚴重 那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土地不穩 它邊坡一直滑漏 所以造成這個東六四的路基下線 這個邊坡全部都滑下來了 所以現在東六四是整條都是封閉的 那我們尋找替代道路 現在替代道路正在整修 那我希望民眾如果明天開始上班 我們一朗可以洽工 但是我們不會這個停止服務 但是這個道路行車的安全還是很重要 那如果外地的朋友讓了驚風 左替代道路最好是用那個速輪傳動的 或是說比較高一點的底盤的車子 那東六四這邊我們縣長也一直在關心 所以昨天派了我們建設處長 還有我們先演戰爭會來先地勘察 那未來我們這條還是會繼續使用 那希望這個雨快點停住 讓我們重新來修復這條路 那目前嘉蘭裡面的狀況都還好嗎 現在嘉蘭裡面物資充足 那我們各級幹部我們的收容待命都已經被變了 準備如果有狀況發生我們都可以做處理的 那我們整個金豐鄉 現在有所有人剩下星星跟力秋 其他的還有振興一點有幾戶 是這樣子 鄉長強調道路會暫時性的封閉 要進出嘉蘭村要改走替代道路 呼籲民眾如果要往嘉蘭村進出 真的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以走替代道路為家 後續道路的相關修復工程 也以反映給縣府建設處 會協助後續的作業 新的裂縫又會出來 就像這樣子整塊下去差不多 60公分下去了 落差所以車子已經不能過了 那這個湯方的地昨天也沒有 所以這個都是新發生的 所以如果雨一直持續一下 我們這邊的道路狀況 就是一定要走替代道路 其實目前位置一樣在東六四的位置 現在民眾可以看到後面 記者後面的整片山坡 隨著著夜的大雨連夜的沖刷 然後夾帶的石頭衝洩而下 那目前現場的狀況是 已經呈現封閉的狀況 那請民眾務必不要再通行 以上是記者高志遠的鄭惠如 在進風箱的採訪報導 臺東的民眾這幾天對於水患之苦 相信是非常有感 今年颱風一直從九月開始 一個接一個出現 並且朝著臺灣直撲而來 而且夾帶的水氣跟雨量 更是比往年增加許多 為此也間接造成了 陸基遭到掏空 以及土石邊波鬆動等情形 在此提醒用路民眾 經過積水處以及危險路段時 務必要小心通行 以免發生危險 一日來的大雨還真的讓台東的民眾 感到吃不消 除了路面積水外 還持續引發土石流等災情 除了當地反應不及的民眾 也只能先暫時致力救濟 以現有的物資等待救援 在天后異常的狀況下 期望老天爺是否可以別再降下雨來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問題 就是剛剛是那個土石流嘛 就連累到這個 那一天的早上也是 這個也是灘方了啦 那現在灘方的情況是有嚴重 這個已經算嚴重了啦 只是說我們本地人都知道有這個 有這個問題啊 只是說怕就是外面來的啦 不知道路況的問題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加強啊 加強仿佛這個措施啊 那他這個修復的時間大概要多久才會 這個我不敢確定了 對這個我就不敢確定了這個問題 目前台東地區雨勢仍然持續降下當中 許多地方也已經圍起了封鎖線 以及進行交通管制 提醒民眾 如非必要請勿冒險涉水經過淹水的地區 另外住在山區的民眾更要小心提防 土石崩落或者是道路坍塌等情形 東台新聞高志遠鹽品香採訪報導 在台東市青海路上呢 有一戶阿美族市家店 店家呢因為受到颱風的影響 加上連續下了好幾天的好大雨 遭土石灌入店家內 許多生菜器具都被土石埋在地下 店家老闆非常的期盼社會大眾 能給予幫忙以儘快恢復家園 位於台東市青海路上 一家賣事家的店家 自從受到莫蘭地颱風 加上接連幾天的雨災 不斷地殘遭土石的侵袭 店家門口前也堆積了沙包 要出門時還得捲起褲子涉水 家中剩下賣不出去的市家 也已被果蠅蟲子使用 店家中老闆說 幾十年來辛辛苦苦打造的店 一瞬間都沒了 盼求外界能多多幫忙 9月15號開始 我的房子 石頭、古石流灌到房子裡面 陸陸續續 都沒有改善 前幾天石頭又灌進來 昨天早上又發現這邊又灌進來了 整個裡面又灌土進去了 雨水都灌進去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政府 幫我趕快清走這些土 讓我這樣子 心情都很不好 希望外界有心人士 可以幫我 因為我真的 沒有經濟來源 因為這個私家炭也透湯了 然後我的私家炎 好幾次都受到台風 這樣子都沒有私家可以採收 我都沒有縮成 現在都沒有錢 然後一直想說 有心人士可以幫我 幫我清理我的房子 讓我恢復這個地方 讓我以後還可以居住在這裡 這次的雨災 對台東縣市來說 相當的沉重 也寄望藉由你我的雙手 一起重建家園 東台新聞 鄭玉寧 台東市採訪報導 由於連日豪雨侵襲 造成了南迴公路多處路基坍塌 落實攤方 路數倒塌 積水 大午公路段為了維護行車安全 10月9號晚上7點開始 實施預警性的道路封閉 10月10號中午12點 採間歇性的開放通車 不排除是情況可能再行封閉 連日的豪大雨 南迴縣多處路基坍塌 落實滿地 路數倒塌 積水 公路總局大午公路段段長陳勇展說 在金輪段 1010k加800k 與411k加100k 有兩處大攤方 雷員幾機具都不斷的搶收中 盡量在能在10號的中午12點搶收完 通車是採間接系的單線雙向通車 目前單位公路有很多小單方 那目前我們所有的機器人也正在搶通 其中沒有辦法通的地方 是在金輪段 411k加100 跟410k加800 這兩個大攤方 目前也正在積極地搶通中 那所有的小單方 我們目前搶通的狀況 應該在我12點之內 會盡量把搶救的時間 動作快一點的話縮短 然後盡量在提前讓 間接性的單線雙向通車 那整個路段我們目前正在搶救中 這段時間如果說雨量稍緩 或者是雨量減少 貪方減少 就會提早開放 再次呼籲開往南淮線駕駛人 簡舒慢行 遵守現場交管人員指揮 以為行車安全 東台新聞正義您綜合報導 連續幾天台東降下了驚人的好雨量 台東市也下起好雨 市長張國洲在青海路段忙著協助救災 那麼當天也正好是女兒歸零的日子 雖然是如此也不得不放下 這張羅喜事的事也只能交給夫人來處理 最重要的還是得把時間交付給市民 忙著關心災情 台東市長張國洲在10月9號一早就已經忙進忙出 但其實家中正有喜事 當天是女兒的歸年日 按照網例應該是要忙著張羅才對 但為了廣大的市民 他還是跟著公務客人員忙進忙出 這兩邊的真的我們的水患 真的讓我們台東市的居民好受痛苦 尤其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青海路 青海路這邊真的是水伸到腰了 對我們行車以及我們當地的百姓住的安全 都形成一個很大的案情上的問題 結果是到公務局跟公務局的問題 就是當初大學路它比較高了 都高起來了 所以說這個樓就三項的樓都往這邊擠了 所以說未來我們是不是先要公務局 是不是把這個拉平 不會再影響 三個水都會擠在這個地方 目前我們公務局跟理長 我們要配合就是 先準備兩百包的沙包 那我們就附負 他先煮湯水不要盡他們屋尺 再過來我只是我們公務局 我們馬上以搓水的方式 比較延時雖然也延時 但是最有效還是把這個水先搓起來 不少跟我們公務課長 真的是忙到現在 但是現在心裡還是以市民的安全為重 以救災為重 至於女兒今天要虧女的事情 就交給我老婆 在家裡處理了 我現在是說 以市民當地有什麼災情 就以他們的安全為重 為了協助民眾緊急吊派沙包 以及抽水機具 問到女兒的事情 她也說已經請太太來張羅 會為市民朋友努力到底 東南宣布溫格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 日前蔡英文總統抵達台東 與立委劉兆豪特別抵達農田地區 與青年農民朋友們 面對面座談 探討農特產品的未來發展性 希望透過面對面的溝通探討 一起來協助台東農特產品的升級 與在地發展 蔡英文總統日前來到台東 關心紅葉愛國埔地區 也特別到農田地區 與青年農民朋友 一起面對面座談 農業是我們台東 未來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除了傳統的耕作方式之外 我們現在有許多的台東的青年人 他無論是在地或者是返鄉 都相距的投入農業這個行業 帶來一個新的耕作方法 還有行銷的方法 我們今天特別陪同蔡英文總統 來到陸野農田 跟我們幾位年輕的農業從業者 大家一起來討論 讓他們表達一些想法跟建議 給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我們非常珍惜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彼此能夠互相的對話 也了解我們前年在從事農業過程當中 所需要或者是面對的一些 挑戰需要政府來一起協助的 我們深深地感受到農業是我們台東 未來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他對我們在地的文化或者是觀光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也一起來努力打拼 行銷台東的農產品 是一個友善的農產品 對土地友善 對消費者友善 我相信那個共同品牌對台東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資產 再次的謝謝每位朋友大家的努力 立委劉趙豪表示 會持續的與農民朋友對話 了解現在台東地區農民所遇到的問題 進而協助溝通 也期望大家一起為台東農業而努力 東南宣布的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是天氣方面的訊息 事逢國慶連假日卻是雨下個不停 雖然艾利颱風逐漸遠離 強度已經減弱 不過受到東北風影響 中央氣象局10號仍持續對8個縣市發布了好大雨特報 基隆、新北、台北跟宜蘭仍就要防範大雨或是好雨 那麼在溫度方面呢 北部跟東北部的清晨跟夜晚天涼 大約是21到22度 白天高溫仍就有28度 那麼中南部的高溫仍有30度以上 氣象局指出 10月11號的艾利颱風逐漸遠離了 強度也減弱 南台灣的降雨已經以10月10號列為趨緩 但是由於水氣依然偏多 有時候還是會出現明顯的雨勢 再來看到是農民裡的資訊 國曆10月11號是農曆的9月11號 這一天的日從37歲跟97歲屬猴的朋友 這一天呢適合破土、起鑽跟鞍杖 那麼這一天日逢瘦子日 朱吉士不宜要特別注意了 那麼即使是落在子、醜、陳、畏這四個時間 再來看到是西洋星座的運勢 本月的主打星是天平座 個人星座是巨蝎座 那麼整體運勢有兩顆星屬於不佳的狀態 幸運數字是3 再來看到是整體運勢的解析 愛情運普通容易被異性的花眼僑女所迷惑 受到欺騙 需要多花點心思來辨別對方的真假 今天投資風險比較高 若是資金充裕的話 只需要少量的資金注入會比較好 那麼在工作上表現是相當的積極 很容易受到老闆的讚美 最後再提供給您一則勵志小語 美麗與哀愁總是並存著 懂得接受殘缺的自己最完美 一個真正完美的人生不是風平浪靜 而是懂得化解人生道路上的每一道難題 以上的生活情報提供給您作為參考 感謝您收看本節的台東地方新聞 關心台東大小事請鎖定二次頻道 我是溫慧秀 不論是晴天雨天 都祝您有一整天的好心情 我們下次再見 哇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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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 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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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滾